作为大马政坛的明日之星 凯里绝对是人们心目中的未来首相 虽然凯里最近在大学参照滑铁路 但是还是符合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和知识 凯里凭着成熟男人的颜值搭上超高的演技 从不起眼的新闻记者踏上了充满戏剧的政坛 每件事件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凯里是如何用演技一步一脚印的爬到了全力巅峰 这集的特条我们就来聊聊影帝部长凯里 这次的主人公我们就姑且称呼他为小凯 今年46岁的小凯出生于可维特 是一名妥妥的官二代 老爸是一名外交官 老妈则是家庭主妇 小时候的小凯凭着聪慧的天赋 考进了新加坡国际学校 本以为会在新加坡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他 意外的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那于是啊 小凯就去了牛津大学 准修政治和经济学 或许是因为小凯身上那爱冒险的精神 大学毕业过后的他并没有立即参政 反而是先去当一名记者 而且先后也在电视台 主持了许多关于经济学的节目 那身在传媒业的小凯 迷路都发现到大马的政坛啊 过于死板 需要注入一些新鲜元素 于是啊 小凯就尝试投身政坛 但是当时候的1999年 参政可是门槛非常的高啊 加入老屋 可是当时候的唯一选择 那幸运女神也非常眷顾小凯 当时候的老屋二把手 老魏看中了小凯鸡鸣的作风 就招揽了小凯成为了他的助手 那小凯也非常的醒目 知道这是进入仕途的大好机会 于是啊 就和老魏提琴要娶老魏的女儿 这样啊 老魏和小凯的关系就情上加情 那观察力极强的小凯 明锐的发现到 老魏真的会成为大马第五人手 事实也证明 小凯的眼光也非常的独到 老魏还真的成为了大马第五人手相 有了岳父那么大的靠山 小凯的仕途还过了顺风顺水 那老魏把小凯安排在首相办公室的四楼 做特别助理 小凯也心理神会的 就组织了一帮智囊团 帮助小凯的岳父出谋划策 不过此举就引起了老屋内部的老东西 老马的不满 认为小凯年纪小 不懂壮动 影响了老魏的判断 甚至认为小凯会威胁到老马的尊严 因此就想尽办法打压小凯 那时候的小凯有岳父撑腰 所以老马的马仔也对付不了小凯啊 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小凯的好日子也随着2008年的全国大选走到了尽头啊 小凯就在2018年的大选靠着岳父的光环赢得了国会议员的入门票 所以老魏还是赢了大选 但是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却已经没有了 还夹带送走了五个州政权啊 那老马听到了直接欺诈 就立即动用手下的马仔把老魏给赶下台 那老魏也知道自己的失误 丢失了国会议员 也只能黯然下台 那小凯也因此失去了靠山 不过小凯平时的人员还不错嘛 所以就胆初初的竞选了老魏青年团的团长 哎 还真的选上了 虽然获取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不过小凯不敢只是当个青年团的团长 那作为前新闻从业者的小凯开始发挥了堪称影帝级的表演 小凯意识到啊 只要出位 说出来的话 一定要语境试做 像极了现在YouTuber为了博眼球专门炮制绯闻 本来形象温和和开明的小凯瞬间变得婆啦 言行出位的他只要能得罪人肯定要得罪一番 老部内屋的粉丝也非常欣赏小凯的演讲 好像打了鸡血那样 天天早上起床 那很自然的也得到了许多低层党员的知识 在大众面前的小凯是一名开明的好好先生 但在老屋内部却是妥妥的民族先锋 那小凯也知道要在老屋里面混得好 发挥影帝级的表演是一种需要 民族大义是工作 开明中庸是生活啊 虽然万般无奈 可是台下的观众太爱他的鸡血了 所以也只好继续演下去 黄眼杰来到了2013年的全国大选 当时候的首相 我们怀念了吉吉 为了挽回民众对他的信任 那小凯也就临为寿命的 成为了吉吉的团队一份子 成为了青年以及体育部的部长 那本来吉吉的形象还有所挽回 只可惜吉吉太做事 居然相信老刘的鬼话 一码丑闻就让吉吉的形象大跌 小凯就是那位陪葬的牺牲品 吉吉和小凯在2018年的大选 因为反风双双失去了大马中央政权 沦为了在野党 本来就不懂当反对党的小凯很慌张 到处询论别人如何当好反对党 那正当大家以为改朝换代 的小凯会选择弹出政坛 但是小凯却做出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或许是对对岳父的知遇之恩 下野的小凯并没有离开老屋 而是打着岳父的旗帜 竞选老屋的老大 那小凯也知道 又是发挥演技的时候啦 小凯傻嘞又雄心壮志的说要改变老屋 不过支持小凯的粉丝并没有那么卖力的支持他 毕竟排队当老大的人还很多 而且许多昔日的老粉丝也已经开始上岸了 所以小凯也就落选了 小凯也知道自己的演技已经过时了 所以就好好待在家里钻研演技 那时间一晃啊 就到了2020年 由老丁和小敏发动的喜来登政变啊 那小凯获得了老丁的重用 被委认为科研部长 幸运女神也为小凯匹配到了最佳同事 不懂卫生的卫生部长 老汉汉 那我们的老汉汉智商一直在线 堪称最佳助攻 让小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 小凯也很好捉住机会 让人们看到他存在的需要 那2021年的大马正面临着因为疫情的大封锁 搞到民怨四起 我们的老汉汉正在忙着和500个国家领导人开会 那小凯也临危寿命地指挥着疫苗接种的工作 大马能享有高疫苗接种率 也是小凯的指挥和调度得当 那专业的作风啊 加上高度的配合啊 许多民众也认为小凯应该称为卫生部长 那民众也要求老丁委任小凯为卫生部长 可惜老丁称不过老渣 画了老逼当首相 那老兵也顺从民意 委任了小凯当卫生部长 身招牌嘛 你懂的 那小凯也知道得到民众的支持还不够 年轻人才是关键 近年来政府已经推行了18岁 自动成为选民 那一波新鲜热辣的选民成为了小凯的拉票对象 那小凯就找来了 许多网红艺人为他录制新年贺词 开债节祝福 苦学中文 德扣还鲁毛 这般演技堪称奥斯卡 小凯爱学习中文嘛 对他来说啊 是一种需要 台下的观众一片欢呼 还有观众认定小凯就是他们的下一任首相 效果达到了 名声直冲天花吧 不过老扎似乎并不是很满意这个身招牌 认为小凯以后会成为他任相的绊脚师 就想办法让他穿小鞋 在大选期间 小凯被委派到危险的选区竞选 老扎也活活的把小凯这个身招牌给选没了 最终小凯在第15届全国大选杀狱而归 一代影帝部长就此陨落 大马的政坛也暂时没有小凯的事情了 小凯能成为部长全靠演技 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懂得投其所好 作为以马来民税主义上台的老屋 当年也是通过鼓动马来群众反抗殷殖民政府 殷殖民政府离开马来亚以后 老屋的存在性也不再重要了 毕竟老屋的存在也是为了反对殷殖民政府的吧 为了让老屋能继续生存下去 老屋就一直开始制造假想敌 先是有很倒霉的老李和马公 后来华文教育成为了老屋的攻击剑把 那近十年了 更是有不适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被老屋包装成马公2.0 成为了老屋的最爱 那老李、马公、华文教育 还有行动党对老屋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外族和殖民势力 这些殖民势力提供了老屋的生存空间 老屋为了生存下去 不得已要一直打压这些假想敌 那明明是打压他们 实际上老屋一边打压一边却养着他们 那老屋内部的党员最爱看的一出戏 就是老屋如何保护马来群众 那想要上位的新秀 为了要得到台下观众的支持 饰演马来群众的保护者 是一种上位的手段 这份老套不重要 只要演的头颅和激情 台下的观众还是很喜欢的 那回顾我们的吉吉 也是靠着杰出的演技才能当上首相的嘛 那在外就是一个马来西亚 在党内却是一个马来人 小凯也和吉吉做着同样的事情 所以小凯才能当上部长的嘛 这次没有发现的是 小色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关系 我们下期见